这个男人是比利时的国王 原本他正外出访 但因为太阳风暴的影响 他被困在了这间酒店里 眼看着自己原本就不大的国家 就一分为二 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捉及了不行 飞机又无法坐 于是只能选择出池下车 夜里偷偷换上了女装 坐上引出团的车子 准备用最严实的办法赶回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全联 我是琼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新部喜剧店 比利时国王 话说男主尼古拉斯三世 虽然身为比利时的一国之王 却老是一副严肃刻板的模样 出现在民族面前 结果被各大媒体批评为不够亲民和尚 最终引来了舆论风波 又刚好在不久后 国王就要出访土耳其了 为了改变他在百姓面前的沉闷形象 让大家看见他平日生活中 无视奉行以及活力满满的积极状态 往后特地聘请了一位纪录片导演 负责跟随国王正确的出行 并同时对其展开一场随行拍摄 而在这场拍摄的过程中 国王以及他身边的助理官员们 并不知道其实导演全程都在纪录着 还以为一切都是按照他们规划的剧本进行 但接下来的一切 也终于让国王和他身边的助理官员们 都再淡定不起来了 而专寻剧本的拍摄计划 更是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 一位身穿黑色套装的女郎 省色慌张的小跑道 国王所在地 把瓦罗尼亚宣布独立 比利时面临分裂的消息告知了国王 于是断时间 国王停住的脚步 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让他在没有心情和土耳其的大使们 一起参观 了解各大园区和建筑人 他连忙和助理官员们上了游艇 准备回酒店收拾行李 赶回比利时 这期间女助理还超越了幸亡 结果发现 网络尼亚之所以选择独立 是因为他们受够了 弗兰德伦的敷衍 羞辱和误解 听完这方解释后 国王的内心变得更加焦灼了 毕竟在他当任国王的时候 要远远保护国家的统一 但现在一波未平一波幼情 土耳其安全部突然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内容大致是说 因为太阳风暴的影响 全国卫星出现了故障 所有的航班都被取消了 所以出于安全考虑 所有的外国政要都要集中待在这家酒店内 包括国王 而至于要待多久 目前还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 显然这个情况耽误了修仁的行程安排 但是国王却就坚持 现在立刻马上叫赶回比利时 他甚至提出了飞行不行的话 也可以现在立刻动上开车赶回去 但是在这个动荡的时候 穿过各个地区 完全是一件非常危险又困难的事情 更何况途中 他们还会经过被大家称之为 欧洲胡耀屯的巴尔干半岛 就在全部人都不支持国王走路路回国的时候 导演私下找到了国王 他告诉国王 明天会有个演出团要坐车回到保加利亚 而自己可以通过给他们拍摄音乐影片 作为交换让他们明天也带上自己和国王等人 一起前往保加利亚 当然这次的交易过程中 国王的身份也要完全被保密 现在国家都快没了 国王可管不了那么多 一开始国王还觉得这个举措不符合外交领域 但因为护国心切 前后挣扎了一伙他就动摇了 于是晚上导演救灵业为演出团展示了 事先当然的影片拍摄 而国王和助理官员们也就在那边一起换上了演出团的服装 然后大清早就偷偷的跟着演出团一起坐上大坝出发了 在创越边境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边防人员 好在有幸运旅行的眷顾 大家都安全通过了 并没有人发现他们中间竟然还藏着一个国王 后来他们又遇到了好心肠的居民 打算向他们驻车 结果镜头一转就看到了土耳其 安全部的人也赶了过来 因为比利时国王的潜逃行为 对于土耳其那边来说是侮辱性极强的近视 处理不当的话甚至很可能会引发外交事件 所以为了不让国王的身份暴露出来 他们只能立马开车逃走 本来车子是由官员引进术负责驾驶的 但开到一半国王突然提出自己也想要试试看 于是逆不过国王的引进术只能约了国王的梦 结果令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国王为了躲避在路上爬行的乌龟 直接将车子开到了田野里 这下车子算是报废了 而他们一行人也被迫困在了这片荒芜人烟的土地上 没有电话也没有地图 只能无助的坐在马路上听着国王令徐他的演讲稿 等了很久都没有车辆路过后 大家就只能拖着轩利箱在这片相近走一步看一步了 好在有限量是他们后来遇到了被开拖拉机的老大爷 也在老大爷的帮助下 大家才终于走出了这片大田野 最终来到了保加利亚的边境 不过这时候他们一个个也是饿得肚子呱呱叫 毕竟人尸铁方式干一顿不吃饿得慌 所以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找个餐厅填饱大家的位 然后就在他们开始点餐的时候 土耳其安全部门的人竟然发现他们的行众也赶了过来 并主战要把他们带回到伊斯坦布尔 正当双方展开激烈的园与交涉的时候 几个身穿麻龙外套的大哥突然将国王一行挡在了身后 然后对着土耳其安全部门的人快了摇摆着 而国王和他的助力怪们也趁机拎着学生物品就慌乱的跑走了 顾及不了那么多他们随机上了一辆大巴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辆大巴上的乘客 全部都是去参加一个双奶大赛 于是国王一行呢 也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参与了这个热闹小镇的双奶大赛 在这期间国王还担任起了记者的角色 他认真的采访王的镇长后 还把港墙记录在自己的小本本上 为自己的演讲稿做准备 随后他们又乘车来到了塞尔维亚 在过境的时候导演利用自己剑堂随后的本领 以边防小姐姐热情的交涉者 最终帮助大伙成功进入到塞尔维亚 不仅如此导演在塞尔维亚朋友界的好朋友 而他在看到自己许久未见的朋友后 更是高兴坏了 把大家的姓名和假角色简单的介绍给了老朋友后 大家就一起跟随着老朋友的脚步共享晚餐了 而在这里国王的角色依旧是一名记者 西洋西小老朋友坐在微蓝边接受着国王的采访 说起了自己的心里话 访谈结束后 助人聚在一起喝酒吃了 参谈人生 共同度过了七夜又快乐的一晚上 而对于国王而言 这更是他上任这么久以来 最自在放生的一段时间了 他甚至还在天里自己跳起舞篮 但由于任务再生 隔天一早助人又赶忙开车出发了 也许是因为庄岸的欢愉 让他们被酒精冲荒的头脑 眼镜术甚至还把外套拉在了导演朋友那边 而外套里面还有他的护照证件 这下不安杆瞬间向大火袭来 毕竟在塞尔无亚的边境暴露身份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们极有可能会被拐走 一路上惭愧的严静术不断地和国王道歉走 还说自己回国之后立马会吃争 但是国王却也没有放在心上 他一边安慰严静术一边疯狂的飙车 猛的穿过边境 事后还和平凡的奴命一样 才在路边的一国冲击和导演唱谈人生 最后甚至还带领团队一路坐上渔船 虽然这首遇传又破又旧 看上去好像几百年没有用过一样 但是国王也一点也没有嫌弃 他甚至在上面感受到了无限的自由 脱去了身上的衣服后 就直接跳到海里放式的大油特油爪 开心的就像个孩子 到了晚上 他们甚至还在床上 一起看着难得一见的幸运极光 连续行驶一夜后 第二天早上 他们因为杨绿的影响意外来到了奥尔巴尼亚的港口 然而因为这群人既没有护照 也没有任何的身份证明 所以只能被奥尔巴尼亚的海关送去了监狱 不过好在这里可以打电话 引进手立马联系上了王后 并把大伙见到监狱的事情告知了王后 虽然这番话非常难以启齿 但就目前情况来说 这是唯一能够帮他们成功离开监狱的办法 而王室那边在得知国王此番的基地后 也虽然取消了导演随行记录的拍摄 毕竟国王进监狱并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情 至于这个作品 王室那边更是要求进行严格的审查 而接下来的画面 不甘心的导演只能采用偷偷拍摄的办法继续进行 在重乱终于坐上回程车的时候 国王显然发现导演仍然在偷拍自己 他突然叫住了导演的名字 然后缓缓宣布自己以国王的名义 在此授予导演可以自由处置这段随行纪录片 所拍摄的全部画面和录音的权利 不得不说这个决定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意外的不禁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的女助理甚至还跟国王再次确认情况 结果得到的回答依旧是简短而又肯定的夜市 在影片的最后 国王站在山丘上俯视着生下了一切 当导演问到他认为国家是否还有未来的时候 他的回答也就是那一声坚定的夜市 而这封惊信都来源于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国王 这部微纪录片把比利斯国王的风趣机制展现得零零尽致 整部影片编写的自然又不露痕迹 让人看起来非常轻松 虽然里面有一些情节的设定或许有些出口或者不符合外交领域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让影片总体看起来能够给了一种出意料的舒适感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